第十五届全国大选风声四起 政坛开始诡异多变 祖国斗士党党魁敦马哈迪揭露 土著团结党主席丹司令慕尤丁 曾经拜会他 要求斗士党支持慕尤丁重新认向 马哈迪先批评慕尤丁认向政绩差劲 但话锋一转 又说斗士党目前还没关闭双方的合作大门 不排除来届大选会和国民联盟合作 中国州选举落幕后 政坛开始全力备战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斗士党主席拿多斯里穆克里昨天透露 图团党主席慕尤丁确实曾经来敲门谈判 而斗士党会敞开心扉 愿意为了人民而放下过往恩怨 马哈迪今早在记者会上对外证实 慕尤丁确实曾经私下拜访 还向他伸出橄榄枝 争取他支持自己再次认相 马哈迪坦言 斗士党的国会议员人数不多 手上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他也不理解 为什么慕尤丁偏偏找上他寻求帮忙 我没有成为了领党主席拿多斯里 我没有成为了领党主席拿多斯里 他没有成为了领党主席拿多斯里 马哈迪和慕尤丁两个人携手共创了土著团结党 之后在一起拿下了国家政权 在喜来登政变中两个人撕破脸 看似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在政治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共同的目标 被问到下一届大选是否会继续支持慕尤丁任相 马哈迪不置可否 只是表示斗士党接受盟友的首要条件就是反贪腐 斗士党在三月份柔佛州选中攻打四十二席 全军覆没 还因为得票太少痛失所有的按贵金 但是马哈迪坚称 斗士党创党后出事提升 表现还算不错 他也说柔佛只有五千名斗士党党员 但普选票达到一万八千张 斗士党出事不利 都是因为金钱政治作祟 以及投票率低 另外提到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早前宣布裸退 国会议员任期届满后就结束超过半个世纪的议员生涯 马哈迪表示 他还不确定是否会继续上阵来届大选 但强调任何情况 他都会坚持与斗士党同在 马兴社电视张一柔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